大家好,我是晶片600度 我们来修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是一个头戴式耳机 是来自咱们浙江的朋友 哦,这耳机看上去好可爱啊 耳机的故障是插头弹线 但是插头不见了 让我们给它重新封装一个3.5的耳机 是带有麦克风的 有麦克风的耳机一般都是4G耳机 不太麦克风的话一般是3G的 所以这个耳机我们要焊接4G的插头才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喇叭的线 哪一个是麦克风的线 我们在影线上面多了点焊锡 方便我们用万用表来测量 我们打开万用表封明档 好,可以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金色的一般都是D线 我们看金色跟红色同不同 如果通的话 风鸣器会响 好,不同 有组织大概在500多 好,蓝线是响的 那么金线跟蓝线就是喇叭的线 然后金色跟红色就是麦克风的线 我们把这个线剪一下 跟这个焊盘的长短位置要一样 我们大概样一下 我们是按照国家标准国标的接法 不是美标的接法 国标的接法就是 最外面那一个是D线 其次是麦克风 然后是右耳阵 然后是左耳阵 好,D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 右耳阵剪一下 我们把左耳阵再剪一下 左耳阵的话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要剪短一点 两根地线接在一起 下来我们用烙铁来上锡 烙铁开到380到400度 好,锡我们就上好也焊好了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尾管套进到它的插头里面 等会我们还是要用IB教来封一下 目前我们先测试一下 如果正常的话我们再封 我们把它拉到插头里面 注意不要把引线给拉断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外面我们再套个热缩管 就更好看一点 接下来我们封胶 好,封好了 我们在插头的外面也包了点热缩管 跟耳机的耳棉也是黑色的 这样看起来非常得体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耳机是不是好的 我们打开手机 我们换一首音乐大一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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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试一下录音在前面的歌 咱们试一下录音在前面的歌 好,没问题啊 好的,没有问题啊 正常的 一切恢复正常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